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录像的主角是孙权 为什么选孙权当主公呢 因为这个场地不同 一般来讲新手场就是120以下 平均等级120以下选孙权 120到145之间比较自由 145以上的话还是选刘备好一点 这地方有一张基本牌 其他的全部都制衡 孙权第一轮要搞的是防御 当然这个地方捡一马也挂的有点鲁莽 因为三号有一个姜维 好太史没有拼刘备 不是没有拼孙权 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首反是必须要跳的 可能是在续报 好姜维也没挑衅孙权 姜维其实表的是做 小乔是姜游 这地方很怪啊 大师又不辱孙权 又去决斗姜维 反正很怪 这个张角肯定是比较反了 春华肯定是比较中了 顺便说一下 这个嗨是我老婆的 但是是我玩的 好张角又求别人杀他 真是自灭狂 放蓝蛮来打你 替我挡着 小乔又谈姜维 不知道是什么 其他全制衡 我公 命不中了 好张角手上有一个红桃式的桃子 春华死了啊 所以说这个蓝蛮骑士放的也不知道好不好 因为太史是中了 结果太史还没有 手反说跳 有点就逼 好张角手上还有个明桃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比较散了 发现没 鲁大师是自己人啊 鲁大师是自己人 咱们看这回合能不能收了张角 杀 闪 春蓝蛮骑士 杀 姜维估计保不住了啊 无险可击 大自衡 好决斗来了 好他们有桃儿没收到 加一马 加一马挂上呀 我当要 姜维这个地方可能是保不住了 太史有菊花刀 咱们救一下 看太史能不能来第二刀 其实我当时考虑是太史国坏 那个鲁大师国坏点牌了 结果发现这个 架一马头没有装 死了 跳了一个二 上 好 太史人品不错 虽说没有来杀 但是来了一个杖八 为什么说太史不一定来杀呢 因为三张牌是零点七五张杀啊 我想救一下姜维让他觉醒 看能不能帮点忙 好 这个持久压力就有点大了啊 二打三了 被乐了 好 拆了 全制衡 装 不 牛排 请助我一致之力 因为不是集火等着的时候啊 所以说没有必要杀一刀等着 如其 对 孙一半 术开 看 孙权跟鲁树能不能二为三 咱们两个都是八神 他们的话太史是主要目标 现在最难搞的就是太史 杖八一定要泄 加一码泄是因为现在是集火太史 把他的杖八给泄了 他就没有那么多杀了 结果这个是上轮虚报的杀 下一轮他就打不出来了 所以说泄了杖八 好八卦好东西 顺其 砍太史 现在目标是太史 太史是他们的一个核心 可以说只要把太史 卢大师在这地方怂了 害怕等着酒杀他 把等着的牌控了一下 其实我有桃子啊 但他不知道我有桃 好 酒杀是好东西 好 这是本局的第一次酒杀 我刚才洗了个桃子啊 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是卢大师是 应该知道我有桃的 结果卢大师竟然不自救 卢大师手上是个9啊 应该自救的 因为太史还没拼点 就直接被拼掉 亏本了吧 浪费我一个桃 还好我还有一个 因为我应该来说 亮方块他命不中啊 因为小条手上全不是天香的 这个要保八卦 结果八卦出黑 还好我还有一个桃 如其 来来来来 哎好 有桃就好 哎呀太史又三血了 大自衡 孙杉这个地方平大自衡 加一都不要了 大自衡 先重复 哎 酒杀是好东西 这个加一血了 再杀一刀 结果他有个桃 好 没有走掉也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空城是有 有点刻意啊 鲁大师在 因为是牛 不是牛鲁 是孙鲁组合 看鲁大师能不能给我们 弄点好牌 他这个地方其实可以选择 浩斯啊 浩斯给我分三张 他同时也多一张 他为了控小桥的牌 其实小桥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进攻太史 他如果浩斯的话 可以多给我分一张 好 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三杀的 因为小桥那个刀 说实话有点吓人 前果被杀 太史裸摸一个K一个杀 不过小桥应该没有那么好的晕了吧 他在摸个杀 那他们人品太bug 咱不相信有bug 浩斯被三张搞齐 好东西 等着很悲剧啊 他这个 能收掉吗 那个等着抓头不错呀 吃一个头 过 只敢吃一个 吃两个就要被 可能要被暴局了 好 开五股的话就不会被暴局了 太史裸拿了一个K点 咱们拿个闪电 行助我一臂之力 哎没有拼我 他其实可以喝了一张水晶的牌 有闪就闪啊 不要留着防什么之类的 哎呦 好 武大师还有一个桃 妥妥的了 现在感觉 好看我能不能搞死太史 无中 重铸 大志文全部 因为现在是进攻的时候 好 好 这个地方就火了 早一拿过来 后边就基本上妥妥的了 二打三还是稍微有点艰难 鲁大师一个桃 他现在太吃了 不用管我了 我三血 大志恨 无中生有 桃子想了半天 还是把他给吃了 因为我想的是 即使鲁树保不住了 等着也残了 我能很快把等着打下去 所以说 我是这样想的 即使等着 即使鲁大师出意外 死了 也还是一挑二 还是很有胜算的 所以是把桃子给吃了 可以多留一张桃 好 现在就是 二为一了 现在 大志恨 拆来了 九杀 没有来拆也九杀了 因为他拖满了 这个人就喜欢放弃了 不过也没有办法 因为面对的是单挑王 还加的 他是很难力挽狂难了 咱们再看一下第二把 是怎么游胜转衰 然后又逆转了 最后还是逆转了 卡了吗 卡了吗 好 还好 还好 这个 也是新时长 120以下 所以选了一个 孙权 好 不念思考人了 八卦装上 除了台 全自衡 装加一满费 这个牌应该非常好了 满分 两个防御嘛 四张手牌 魏妍其实虽说是个内奸点 但他在二号位当一个门板 反对还是可以的 火攻 亮 红桃 乌乃河北上将 人仇是 游中生有 啊 关于是比较烦的啊 他没有杀魏妍去杀那个 无将的那个乡间 这个地方更加烦 能绝一死战 乌乃河北上将 人仇是 好 这个地方说 游游圣 转摔 为什么开 初期是占优的了 就是因为直接把线让你暴死了啊 我们这边已经非常有优势了 他们那边的核心的话 不是态使就是姜维 好 态使表中的话 那反对的核心就是姜维 小梁子是宗臣啊 非常给力的一个宗臣 赌一张 对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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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个地方来了个 先试了个简易 我这个地方想了好久 是集火谁了 又还是集火了姜维啊 但是姜维不是那么好打的 还是容易打 打绝起 但是 乌乃河北上将 闻上有血 好 姜维在我们这边 这个人堆的啊 所以就选择 集火焦维 结果这个地方 太子是跳了个泪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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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情 可不中原 只日可待 太子这个泪跳得很好 很巧妙 当然他其实第二刀可以不杀啊 可以虚报一下 杀了两刀 雷杀 这个姜维有点不好搞喽 不练是断杀 不练是断杀 这个地方想了好久 是先杀还是先制衡 结果未然硬是三张伞 哎 我为什么说先九杀了 因为刚才这是连着的两把 上一把在最后那个二打三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三次九杀 非常容易 我以为今天是点非常正啊 所以说我推测 不可能是一张伞 结果还真是的 杀 既成相之一致 现在一会 就是姜维了 姜维搞下去就赢了 好不念是这个地方 弩关羽一张牌是错误的 弩姜维 因为明显是集火姜维嘛 现在 所以肯定要连着姜维一张牌 这地方铁锁是肯定要连上姜维的 但是另一个人连谁 我看到关羽跟魏妍 魏妍有仁王 关羽有嘉义 所以她是连了太史 结果被解了 快来与我等决一实战 好 姜维现在是三张红牌的节奏 闪 客户中原 指日可待 太史也稍微续报一下 打中式 打这么积极 打中式肯定有问题 你可以利用一下姜维 好不念是这个地方 追忆了延良 其实我觉得追忆孙权 要保险一些 孙权在前面动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孙权拿牌可以制衡 延良的话就只能爆发 因为姜维就挨着孙权嘛 结果悲剧发生了 炎良被乐了 好看太史能不能收到姜维 非常关键 好断杀 应该是断杀了 好断杀了断杀了 那我的牌就要被关心了 我也是只有这一张杀了 非常珍贵的一张杀 一字痕没来杀了 那就只有一张杀了 借刀杀人 勒不思蜀 杀死 延良非常悲剧 他只要能动的话 肯定 暴死姜维 然后再暴一下 又来三家来 姜维 比如说姜维 如果不被乐的话 姜维应该能走 结果悲剧了 好姜维又没带走 太史这些悲剧了 太史这个打赏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要限制忠诚 悲剧 我的牌被关心过 所以说我是没有杀的 姜维是死不了的 这一下子由盛转出来了 就在这一回合 魏妍来了一个万剑 把姜维已经收了 然后来了锦囊 来了九杀 好 为什么转衰 因为被九杀了 这个地方提示一下 赫续剧情 赫续剧情 还是跟九有关 你看他俩都非常满了 而孙权只有一血 只能存一张牌 好 魏妍是没有牌了 也就是魏妍可能被断杀了 牌一出只能 用就用 好 看魏妍断不断杀了 雷杀 没有 还好关于打不到我 还有机会 看能不能一转再吃一吃 太死 耳等受死 太死 来个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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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错了 来个大点 好 桃子是个好东西啊 但是我没有吃 我想保一下太死 因为魏妍肯定会 应该会断杀 要不然他人品也太好了 好 救一下 结果被冰了 要不然的话 他可以帮我限制一下魏妍的手牌 好魏妍出了一张伞 手上还有一张牌 顺过来 好 这个酒有点神啊 非常神的一张酒 好 关于是限制了一下太死 而没有杀孙权 我觉得可以压一下孙权 这个地方孙权单挑 前期排步一出不进攻 这是基本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孙权是单挑王 排步一出不进攻 再强调一遍 全制衡 只要 只要闪跟逃 确切说在制衡前是 制衡只想找逃 然后闪的话 留一张不制衡 关于他的希望就是三轮之内 打下孙权 但是关于现在局势也非常好 因为他不断杀 你孙权不可能指望 用关于断杀来恢复 所以只能全制衡 排步一出不能进攻啊 全制衡 加一也不要了 因为关于他有负音嘛 所以我要加一是没有用的 好 这个地方 稳了 有一张伞 有三 有四张牌 他压一张还有三张 又可以制衡五张牌 全制衡 对 关于在此 而等受死 还好 只要来一张伞就还好 还是保住了 排步一出不进攻 切记 寒冰制衡掉 无限也制衡掉 只要伞跟涛 切记 只要伞跟涛 好 制衡三张 过 得 这个地方不要手残去拆他的装备啊 你拆他装备是没有用的 因为关于要的是速攻 速度攻下孙权 而孙权这个时候要的是防 所以拆他装备是没有用的 无中生有 这个地方就妥了 这就是孙权为什么是单挑王 排步一出不进攻 排斩起来 你进攻的时候没人挡得住 喊而难 插标卖手 妥妥的啦 这个单挑王就是单挑王啊 再举的话可以说 关于在此 转折点就在那个九杀 魏妍当时九杀孙权那回合 他们非常爽 到最后了 孙权顺了魏妍一个九 然后九杀他 然后孙权也非常爽 这个游戏就是很具有戏剧性啊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知道 胜败 所以说是 绝不能脱管啊 有无脱管 再次强调发录像的人 你要有脱管的话就不要发了 那录像是既然是想让别人看 你一个主视角 你脱管你是想做什么表帅啊 这个地方就是 孙权已经买些买装备了 妥妥的 可见我老婆这个号 真是人品质非常棒啊 连续 两把主攻都赢了 并且都赢里有点艰难 但是都赢了 关键时刻人品非常顶着他 各种九杀 各种桃子 什么 杀 杀 杀 闪 融合 过和拆桥 南蛮入戏 过和拆桥 你看我每次自行就是留了一个武器啊 武器是防关键牌的 比如说 加一八卦之类的 什么武器都是浮云了 冠石斧 没击 你把他的状态压下去后 把把杀一次 他就受不了 没有必要留冠石斧之类的 有一个武器就行了 请慢 顺手牵引 杀 什么 这个地方就这样 孙权还是蛮强的啊 然后咱们 既然是本期录像主角是孙权 那就肯定要带一个网友录像了 因为每一期最好带一期网友带一个网友录像嘛 这样录像出场率能高一点 发来的录像利用率高一点 咱们找一下孙权内奸好吧 网友录像肯定是一般类 孙权是一般类 不是非主流类 有没有孙权 好 这一个孙权内奸险中求胜 第十三 咱们来看一下啊 曹丕主攻 这个肯定是秒抓孙权 不容易考虑 奴中生有 上 闪 好 开始忙一下大师 王爷是 闪贼啊 没上 大师是忠诚吗 是忠诚啊 因为没有奴主曹丕的牌 借刀杀蟹可击 上 那借人家的刀这个神权打什么无限 没必要之 这个大反射 估计是害怕下头拿刀下一队和二刀吧 孙伯福 过河拆桥 财了 这个地方 控祖宫为啥都没必要 急着控祖宫干什么呢 湖中生有 九 稀腻了啊 稀腻了 不善于千里西人 顺手牵羊 还把得住吗 走掉了 管杀还管埋 顺手牵羊 赶紧打下王爷 何俱于天下 不然的话就不好打喽 三杀 过河拆桥 五七七 装个八卦 过河拆桥 人家应该拆下王 张飞就手上两个塔 五谷风当 哇这个五谷高质量五谷啊 看看我的觉悟吧 都给张飞了 应该是希望张飞把他给收了 爆发一下 对 不过现在张飞 他拿三张牌没有多少杀了 再次强调三张牌是明点七五张杀 他也杀不了人 一边人王一边八卦一边是鸡鹅 黄学学 夏侯也不知道二刀谁摸牌 杀了 杀 好 杀 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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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顺手 封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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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字很 顺夫一马 他有一个年 这个顺人王是要 是要强了法队了吗 狠呐这是内奸呐 谁叫什么 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不丈夫 应该不是无独不丈夫 无独不丈夫说的是啥意思 不知道 忘了不管了 反正就这个内奸 很有魄力啊 用魄力来吸人 非常有魄力 旧旗翻 人不满错呀 山东来刚好翻一个头 要不然就反你赢了 拆连弩是对的 限制一下内奸 顺手牵牙 过河拆桥 哇塞 吃这么多桃 下河一个 二刀 主攻没了 不过下河估计二刀不起来了 二刀不起来了 不是孙权是要一挑二吗 顺手牵牙 容我三思 南蛮入侵 真打算去一挑二啊 狠啊 不救 堵孙策 这个贴吧好像看到那类似的帖子 说小类很聪明 有桃不救 草基这个地方火攻自己是错误的啊 他自己想的是自杀让内赢不了 这个搞法是要受到批评的啊 你不想赢孙策还想赢呢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很简单那个道理 做人是要负责的 别人想赢孙策 你不想赢孙策 你可以不参加游戏 是吧 打半天了 你让人家的希望没有了 我跟你又没有仇 是吧 这个地方 宣策还是很坚强的 直接批评了 我最难受 这一挑二压力很大啊 诶 这是卡了吗 刚才没有贝勒吧 也没有自衡 看能不能打下来 还没打下来 那争取下一个人 这个地方应该弃火杀 流雷杀 因为身色有季昂 好被热了 哎天破了 还好来了一张黑杀 你看你刚才如果流的是雷杀 这一下子就没有季昂了 觉醒了 觉醒了 好 当然 孙幻幻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啊 那个拆很好大之痕 对 那地方必须大之痕 何据于天下 满入海关买 好潮屁这个地方可以自杀了啊 因为 你在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是吧 好孙幻幻的个人能力很强啊 后期真的做到了一挑二 还是觉醒孙幻的 还是觉醒孙侧呢 吊爆了 好本期录像的主题的话就是孙权啊 这个武将应该说很多人都喜欢我感觉 还不错呢 希望大家喜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录像的主角是孙权 为什么选孙权当主攻呢 因为这个场地不同啊 一般来讲 新手场就是120以下 平均等级120以下 选孙权 120到145之间比较自由啊 145以上的话 还是选刘备好一些 这个地方有一张基本牌 其他的全部都自横 孙权第一轮要搞的是防御 当然这个地方捡一马也挂的 有一点鲁莽 因为三号尔有一个姜维 好太史没有拼刘备 不是没有拼孙权 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首反是必须要跳的 可能是在续帽 好姜维也没挑衅孙权 姜维其实表的是中 小桥是姜游 这地方很怪啊 大师又不辱孙权 又去决斗姜维 反正很怪 这个张角肯定是比较反了 春花肯定是比较中了 顺便说一下 这个哈尔是我老婆的 但是是我玩的 好张角又求别人杀他 真是自灭狂 放蓝蛮来打你 替我挡着 小桥谈姜维 不知道是什么 全自横 好命不中了 好张角手上有一个红桃式的桃子 春花死了啊 所以说这个蓝蛮其实放的也不知道好不好 不知道好不好 因为太史是中了 结果太史还没有啊 手反不跳 有点牛逼 好张角手上还有一个明桃 咱们看一下 这个比较散了 提合为杀 发现了 鲁大叔是自己人啊 啊鲁大叔是自己人 咱们看这回合能不能收了张角 杀 收张角呀 杀 江维估计保不住了啊 大自横 好 决斗来了 好 他们有桃儿没收到 加一马 加一马挂上呀 江维这个地方可能是保不住了 太史有菊花刀 咱们救一下 看太史能不能来第二刀 其实我当时考虑是太史哥坏 那个鲁大叔哥换点牌了 结果发现这个加一马头没有装 你死了 跳了一个二 杀 好 太史人品不错 虽说没有来杀 但是来了一个杖八 为什么说太史不一定来杀呢 因为三张牌是0.75张杀啊 我想救一下江维让他觉醒 看能不能帮点忙 好 这个持久压力就有点大了啊 二打三了 被乐了 好 全自横 装 不 牛排 请助我一地之力 因为不是集火等拙的时候啊 所以说没有必要杀一刀等拙 如其 对 分一半 好牌 看 孙权跟鲁树能不能二位三 咱们两个都是八神 他们的话太史是主要目标 现在最难搞的就是太史 杖八一定要谢 加一马蟹是因为现在是集火太史 我当要提前行道 把他的杖八给卸了 他就没有那么多杀了 结果这个是上一轮虚报的杀 下一轮他就打不出来了 所以说卸了杖八 好八卦好东西 顺其 砍太史 现在目标是泰史 泰史 泰史是他们的一个核心 可以说只要把泰史 好 卢大师这个地方怂了 害怕等着九杀他 把等拨的牌控了一下 其实我有桃子啊 但他不知道我有桃 好 九杀是好东西 好 这是本局的第一次九杀 我刚才洗了个桃子啊 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是卢大师是 应该知道我有桃的 结果卢大师竟然不自救 卢大师手上是个九啊 应该自救的 因为泰史还没拼点 九杀被拼掉 魁本喇叭 浪费我一个桃 还好我还有一个 因为我应该来 好亮方块他命不中啊 因为小乔手上全不是天香的 这个要保八卦 结果八卦出黑 还好我还有一个桃 卢奇 好 桃就好 哎呀太死又三血了 大志恒 孙祥这个地方平大志恒 加一都不要了 大志恒 先重处 哎九杀是好东西 这个加一血了 再杀一刀 结果他有个桃 好没有走掉也好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空城是有 有点刻意啊 魯大师在 因为是牛 不是牛鲁啊 是孙鲁组合 看魯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好牌 他这个地方其实可以选择耗施啊 耗施给我分三张 他同时也多一张 他为了控小乔的牌 其实小乔什么都没有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进攻太死 他如果耗施的话 可以多给我分一张 好这个地方是不允许三杀的 因为小乔那个刀 说实话有点吓人 无险可激 结果被刀 太死了 我摸一个K一个杀 不过小乔应该没有那么好的晕了吧 他在摸个沙拉 他们人品太bug了 咱不相信有bug啊 浩斯被三张搞齐 好东西 等着很悲剧啊 是这个 能收掉吗 那个等着抓头不错呀 吃一个头过 只敢吃一个 吃两个就要被 可能要被暴局了 好开五股的话就不会被暴局了 太死是拿了一个K点 咱们拿个闪电 行住我一臂之力 哎没有拼我 他其实可以靠一张水闪的牌 有闪就闪啊 不要留着防什么之类的 好 好武大师还有一个桃 妥妥的到现在感觉 好看我能不能搞死太子 无中重铸 大致的全部 因为现在是进攻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火了 稍微拿过来 后边就基本上妥妥的了 二打三还是稍微有点艰难 鲁大师一个桃 他现在太吃了 不用管我了 我三血 大致恨 桃子想了半天 还是把他给吃了 因为我想的是 即使鲁树保不住了 等着也残了 我能很快的把等着打下去 所以说我是这样想的 即使鲁大师出意外死了 即使鲁大师出意外死了 也还是一挑二还是很有胜算的 所以是把桃子给吃了 可以多留一张牌 不过也没有办法 因为面对的是单挑王 还加上 他是很难力挽狂蓝了 咱们再看一下第二把 是怎么游胜转摔 然后又逆转了 最后还是逆转了 卡了吗 卡了吗 还好还好 这个也是新手厂 120以下 所以选了一个孙权 好不练思考人 装八卦装上 除了牌 还自衡 装加一满费 这个牌应该非常好了 满分三加海 接着爆 有个姜维是 如果不被热的话 姜维应该能走 结果悲剧了 好姜维又没带走 太史的悲剧了 太史这个打卡是没有问题的 肯定要限制忠诚的 悲剧我的牌被关心过了 所以说我是没有杀的 姜维是死不了的 这一下子由盛转摔了 就在这一回合 魏妍来了一个万剑 把姜维给收了 然后来了锦囊 来了酒杀 好 为什么转摔 因为被酒杀了 这个地方提示一下 赫续剧情 赫续剧情还是跟酒有关 你看他俩都非常满了 而孙权只有一血 只能存一张牌 好 魏妍是没有牌了 也就是魏妍可能被断杀了 然后牌一出只能 杀 用就用 好 看魏妍断不断杀了 雷杀 没有 还好 关于打不到我 还有机会 看能不能一转 再持一指 太死来个大点 来个大点 来个杀 说错了 来个大点 桃子是个好东西 但是我没有吃 我想保一下太死 因为魏妍肯定会 应该会断杀 要不然他人品也太好了 好 救一下 结果被断了 要不然的话 他可以帮我限制一下魏妍的手牌 好魏妍出了一张伞 手上还有一张牌 回顺过来 好 这个酒有点神 非常神的一张酒 好 关于是限制了一下太死 没有杀孙权 我觉得可以压一下孙权 这个地方孙权单挑 前期排步一出不进攻 这是基本规则 这也是为什么孙权是单挑王 排步一出不进攻 再强调一遍 全制衡 只要 只要闪跟逃 确切说在制衡前是 制衡只想找逃 然后闪的话 留一张不制衡 关于他的希望就是三轮之内 打下孙权 但是关于现在局势也非常好 因为他不断杀 你孙权不可能指望 把关于断杀来恢复 所以只能全制衡 排步一出不能进攻 全制衡 加一也不要了 因为关于他有负音嘛 所以我要加一是没有用的 好 这个地方 稳了 有一张伞 有三 有四张牌 他压一张还有三张 又可以制衡五张牌 全制衡 对 关于在此 二等受死 还好 只要来一张闪就还好 还是保住了 闪 排步一出不进攻 切记 寒冰制衡掉 无限制衡掉 只要闪跟涛 闪 切记 只要闪跟涛 好 制衡三张 过 得 这个地方不要手残去拆他的装备 你拆他装备是没有用的 因为关于要的是速攻 速度攻下孙权 而孙权这个时候要的是防 所以拆他装备是没有用的 这个地方就妥了 这个是孙权 为什么是单挑王 排步一出不进攻 排一斩起来 你进攻的时候没人挡得住 妥妥的了 这个单挑王就是单挑王 杀 闪 容我三思 再举的话可以说 关于在此 转折点就在那个九杀 魏妍当时九杀孙权那一回合 他们非常爽 到最后了孙权顺了魏妍一个酒 然后九杀他 然后孙权也非常爽 这个游戏就是很具有戏剧性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知道 神败的 所以说是 绝不能托管 如不托管 两个防具 四张手材 魏妍其实虽说是个内奸点 但他在二号位当一个门板反对还是可以的 火攻 亮 红桃 乌乃河北上将 闻求是 关于是比较烦的 他没有杀魏妍去杀那个 无将的那个乡间 这个地方最大比较烦 能绝一死战 乌乃河北上将 闻求是 好 这个地方说游 游圣 快来游戏 为什么开初期是占优的了 就是因为直接把线让你暴死了 我们这边已经非常有优势了 他们那边的核心的话 不是太史就是姜维 太史表中的话 那反对的核心就是姜维 小梁是忠臣啊 非常给力的一个忠臣 奴义仗 对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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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个地方来了个 先摄了个简易 好 我这个地方想了好久 是集火谁了 所以还是集火了姜维 但是姜维不是那么好打的 还是容易打 打绝起 但是 姜维在我们这边 这个人堆的啊 所以就选择了集火姜维 结果这个地方 太史是跳了个泪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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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之地 客户中原 指日可到 太史这个泪跳得很好 很巧妙 当然他其实第二刀可以不杀啊 可以虚报一下 可以杀了满刀 雷杀 这个姜维有点不好搞咯 不念是断杀 他这个地方想了好久 是先杀还是先制衡 结果胃炎硬是三张伞啊 我为什么说先九杀了 因为刚才这是连着那两把 上一把在最后那个二打三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三次九杀 非常容易 我以为今天是点非常正啊 所以说我推测 雷杀不可能是一张伞 结果还真是 闪 既成相之一致 现在一会 就是姜维了 姜维搞下去就赢了 好不念是这个地方 这地方弩关羽一张牌是错误的 弩姜维 因为明显是集火姜维嘛 现在 所以肯定要弩姜维一张牌 大刺 这地方铁锁是肯定要连上姜维的 但是另一个人连谁 我看到关羽 跟魏妍 魏妍有仁王 关羽有嘉一 所以才是连了太史 结果被解了 好 现在是三张红牌的节奏 太史也稍微续抱一下 打中式 打这么积极 打中式肯定有问题 你可以利用一下姜维是 好 不念是这个地方 追忆了炎娘 其实我觉得追忆孙权要保险一些 孙权在前面动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孙权拿牌可以制衡 炎娘的话就只能爆发 因为姜维就挨着孙权嘛 结果悲剧发生了 炎娘被乐了 好 看太史能不能收到姜维 非常关键 好断杀 应该是断杀了 好断杀了 断杀了 那我的牌就要被关心了 我也是只有这一张杀了 非常珍贵的一张杀 我自恒没来杀了 那就只有一张杀了 借刀杀人 乐不思蜀 杀死 娘娘非常悲剧 他只要能动的话 肯定 爆死姜维 然后再 再爆一下 再次强调发录像的人 你要有托管的话就不要杀了 那录像是既然是想让别人看 你一个主视角 你托管你是想做什么表现 这个地方就是孙权已经买些买装备了 可见我老婆这个牌真是人品真是非常棒啊 连续 两把主攻都赢了 并且都赢了有点艰难 但是都赢了 关键时刻人品非常顶着力 各种酒杀 各种桃子 杀 杀 闪 融合拆桥 南蛮入蟹可击 过河拆桥 你看我每次自恒就是留了一个武器 武器是防关键牌的 比如说加一八卦之类的 什么武器都是浮云了 冠师斧 没击 你把他的状态压下去后 把把杀一次他就射不了 没有必要留冠师斧之类的 你一个无邪就行了 好这个地方就这样赢了 孙权还是蛮强的啊 然后咱们既然是本期录像主角是孙权 那就肯定要带一个网友录像了 因为每一期最好带一个网友录像嘛 这样录像出场率能高一点 发来的录像利用率高一点 咱们找一下孙权内奸好吧 网友录像 肯定是一般类 孙权是一般类 不是非主流类 有没有孙权 好这一个孙权 内奸显中求胜 第十三 咱们来看一下啊 曹丕主攻 这个肯定是秒抓孙权 不用考虑 无中生有 上 闪 好开始忙一下大师 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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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杀 无限 人家借人家的刀 这个心权 打什么无限 顺手牵牙 决斗 无必要 重力的大反射 一券凉 两寸断 估计是害怕夏侯拿刀 下一位和二刀吧 孙伯福 财乐 这个地方 控主攻 为什么都没必要 急着控主攻干什么呢 无中生有 九 杀 稀逆了啊 不动 严衡 稀逆了 沐山于千里西人 顺手牵牙 火杀 还把得住吗 走掉了 管杀 还管埋 顺手牵牙 赶紧打下王 沐山 何距于天下 不然的话就不好打喽 三杀 破格拆桥 杀 五七七哈 装个八卦 破格拆桥 杀 人家应该拆下王 张飞就手上两个塔 五股风当 哇这个五股高质量五股啊 不限可欺 我将进入 看看我的觉悟吧 都给张飞了 应该是希望张飞把他给收了 爆发一下 对 我的是我的 不过现在张飞 还是我的 他拿三张牌没有多少杀啊 再次强调三张牌是明点七五张杀 我拿胡乃鸡